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正常情况下是没有的 虽然在自然界到处是我们周围环境有 我们环境有真菌跟细菌也不一样 它的性质就不一样 结构啊 形态啊 对人体的影响啊 都不完全一样啊 包括真菌的种类也太多了 这个自然界存在的这个真菌还有一部分是实用性的 包括咱们吃的这种蘑菇啊 什么的这种菌类啊 这些是实用性的 那么还有些就是体积小的啊 特别人体身上可能会出现的 我们耳鼻喉科平时接触的最少就有四种啊 四种 这种白的 黄的 黑的啊 这些俗称啊 当然他们各自有一些专业的名称 我就也不去细说了 这个是一种白色的 推测可能是这种什么白色念珠菌之类的玩意儿 具体的这种钉啊 得拿这个真菌的专用的这种培养机啊 培养完了以后 在这种显微镜下看啊 当然这个可能就不用培养了 这个直接在显微镜下做图片就能看到菌丝 就能区分了 真菌跟细菌是完全不一样的这种啊 病原体啊 这种治病的病原体啊 治病的这种真菌 那么你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就不能按照我们细菌的这种处理方式啊 使用这种抗菌素啊 传统的所谓的抗生素像什么头包类的啊 呃 奎诺铜类的呀 还有什么这大环内质类的这些东西对真菌基本上都没有作用 我外耳道经常使用最广的这个第二叶啊 养不杀星第二叶或者诺夫杀星啊 这类的杀星类的第二叶啊 他们只对细菌啊 一些敏感的细菌有效啊 普通的一些细菌 而且真菌啊 不仅没效 反而可能会更糟 因为这这类的液体进去以后啊 这个把外耳道的细菌啊 会清除掉一部分 那你这个局部的营养环境 细菌需要生存啊 它细菌生存需要局部的营养环境 你把细菌清除了这个真菌不就是 长得更快吗 我们外耳道不是一个无菌的环境啊 不是一个完全无菌的环境 它本身就是有一个自然生态啊 就像我们看这个大自然啊 有泥有土 有各种各样的东西存在 它保持一个均衡状态就可以了 所以说这个不能滥用这个第二叶啊 刚才把这个真菌清理完啊 清理完以后 把这个软膏打进去 用的这个碳酸氢纳第二叶啊 这个液体清洗完以后 外耳道局部的湿度增加 内镜伸进去以后 镜头会变糊 会有一定的起雾的作用啊 这个软膏啊 常用的这个软膏是抗真菌的软膏啊 吸收很快 这种饱和式攻击 大家已经很熟了啊 饱和式攻击的话 打进去以后啊 在一周之内会有完全吸收 当然不同的软膏啊 吸收的程 速度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啊 泰瑞松是最快 达克宁稍微慢一些 金达克宁好像是最慢的 就是我见过这个金达克宁 有的是在里边就跟一个石膏似的 还得手动去把它清掉 这个是上次啊 上一次我们 放的那个 使用了呃 探窜听纳地耳液软化以后的那个病例的 他另外一个耳朵 上次放的是他的 右侧吧 我记得这个是左耳啊 在浸泡之前啊 这个完全是一个质地比较呃坚硬的 那么在清理起来 如果没有内镜的操作或者是患者本人确实呃 配合不好 不要怕疼 那么浸泡是一个比较传统的方式啊 这个东西 这个措施我觉得都不是什么医疗措施了 这就是一个纯物理原理 就是一个肝块能通过液体把它泡软 然后再清理 这东西不是什么医学的常识啊 这很多人问这个用什么东西泡好 用什么药泡浸泡好 其实我觉得都一样啊 传统上习惯是用碳酸清纳地耳液 这个老师没说为什么 我自己感觉啊 一个综合性因素 碳酸清纳地耳液的话 性价比比较好 很便宜啊 成本低 然后呢 因为它是个碱性地耳液啊 在里边浸泡时间以后 不至于说是会引发啊 像真菌啊 这一类的 因为如果使用抗生素地耳液啊 或者是酸性的一些像那个 一些地耳液的话 如果你泡时间长了啊 这少数人 多数人没事啊 这个杨菲沙星在浸泡前几天啊 即便是一个正常的 外耳道使用两副杀星也不至于会引起什么 但是有极个别病例我见过 点了没几天这里边就长毛了 这个这个特殊情况嘛 这个它可能里边外耳道本身就已经有一些潜在的真菌的包子的存留 所以原则上一般使用这种碳酸性地耳液啊 当然如果没有的话啊 什么杨菲沙星啊 呃 双氧水啊 理论上都是可以试的 从本质上来讲 你往里边灌自来水也是一样 当然浸泡的前提呢 那就 嗯 骨膜要完整 这也是一个矛盾 你不把它清理完 你看不到这个骨膜 就像刚才这个 像现在这个病例赌的特别满 你不把它清理完 看不到骨膜啊 那你在清理之前 没有办法百分之百保证 所以我的习惯是一般不泡 除非是确实它配合不了 那没办法了 那只能泡了 你这玩意最后就大家凭运气吧 因为毕竟骨膜穿孔的还好 相对是少数 多数人的骨膜是完整的 另外我不愿意浸泡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有的时候啊 有些味道胆脂瘤 早期看上去和这个 丁丁栓侧一模一样 你泡完以后会疼得非常厉害 啊 就跟大家说的 平时别去瞎骨的耳朵是一个 这个时候 里边经常你弄耳朵掉的这种 什么毛刷子呀 什么之类的这种东西 这玩意贴在骨膜上会引起这个异常的响动啊 哗啦哗啦哗响 自己还不好弄 你面前如果越捅越响 越面前一捅就更靠理了 这个病例是啊 这是一个对这个中耳炎 之间老师说中耳炎到底啊 耳朵流水是不是就一定是中耳炎呢 这个得把它清理掉啊 呃 从检查上看啊 一定要看到呃 一个是骨膜有窗孔啊 单纯有窗孔 然后这个从窗孔里有液体往外溢出啊 这是一个明确的 那是一个中耳炎感染啊 出现急性感染的状态 当然少数还有其他的呃 特例啊 人家脑积液的耳漏 有一些外伤啊 比方这个人本身有骨膜窗孔 然后头颅的外伤 颅底骨折以后 脑积液会顺着这个流出来啊 因为我们的中耳跟我们的脑组织中间就隔着很薄的一层骨板啊 如果外伤或者一些其他特殊的问题 肿瘤破坏了这层骨板以后 那么脑积液有可能会顺着这个窗孔往外溢 当然这种是少数啊 另外那个脑积液流出来的那个样子也是不一样啊 这个病例你看刚刚吸完啊 中间停了几分钟再回去看 有大量的液体再往外溢 中耳是处于一个化浓性感染的状态 因为在前期吸出来的这个分泌物 明确的是一种浓性的分泌物 所以这只有这种情况下啊 使用低耳液啊 抗生素类的低耳液 养不杀星就前面提到的 养不杀星低耳液才有可能有作用 它这个液体会顺着这个窗孔进入到中耳的空间 发挥它抗炎的一个杀面细菌的作用 要骨膜完整 一部分中耳炎是骨膜是完整 不是说中耳炎都是窗孔啊 如果它骨膜是完整的话 你这个抗生素低耳液 跌进去根本透不过去啊 完全被挡在外头 没有任何意义 点这个 这个做清理以后啊 后续再点药 它能够流进去 否则的话大量的浓 再往外涌 抗生素低耳液也进不去 这是中耳炎的一个常识啊 好 最后看一下正常的啊 这个也不是完全正常 这个之前的真菌感染啊 真菌感染 饱和式攻击一周以后啊 复查 软膏已经完全吸收 外耳道啊 很干净 那么我的习惯是再补一次啊 因为有一些边边角角 有可能会有一些包子的残留 后续呢 保持外道清洁干燥 自己别乱掏啊 也不要长期戴耳塞耳机 好 今天的视频到这儿 我们下周再见